俄罗斯推出1296400M四轮喷气式飞机 一流身IL96400M是俄罗斯航空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IL96400M融合了技术进步和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必要性 将IL96家族的传统与空气动力学 系统和乘客舒适性方面的现代进步相结合 凭借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航程、载客量和安全功能 IL96400M为寻求成本效益高且可靠的宽体飞机的运营商 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选择 IL96400M于11月1日从沃罗涅日起飞 飞行26分钟 这次飞行是为了测试喷气式飞机的稳定性和控制 以及动力装置和着陆系统的可操作性 测试计划取得了成功 这架装有AVI的Vigato PS90AE发动机的喷气式飞机 达到了2000米6600英尺的高度和210节的速度 据联合航空公司称 这架现代化的喷气式飞机的机身 在300型飞机上延伸了9.35米 最多可容纳370名乘客 尽管该公司的规格显示-400米的长度为63.9米 比300型长约8.6米 安装的新设备包括更新的导航和无线电通信系统 制造商表示 改进后的导航系统将提高飞行安全性 简化机组人员的着陆过程 该公司表示 该开发项目将符合欧洲对导航能力的最新要求 尤其是在偏远地区的操作 俄罗斯的IL-96项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 第一款型号IL-96300于1993年投入商业服务 时至今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务机 仍继续使用1296-300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 俄罗斯开始寻求与中国合作 开发一种能够共同满足市场需求的宽体飞机 2017年一家名为Kreik的合资公司成立 然而在内部俄罗斯继续开发IL-96400型号 并没有放弃它 2022年3月就在俄乌战争开始一个月后 在俄罗斯面临国际制裁之际 Rustic首席执行官Skish Mazab 宣布大规模重启IL-96的生产 2023年俄罗斯正式退出与中国的大飞机合作计划 截至2009年6月 共有21架伊刘申伊尔96客机在意 另有12架正在订购中 使用该飞机的航空公司 有罗西亚航空公司四家在意 一家在订购中 伊刘申设计局一家在意 克拉斯航空公司两家在意 伊朗航空公司六家在订购 大西洋联盟航空公司两家在订购上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六家在意上 古巴航空公司Conviasa订购了两家 和另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五家在意 IL-96400M代表了IL-96系列的最新迭代 满足了对现代化高效宽体飞机的需求 IL-96400M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航程 约1万公里 非常适合长途作战 凭借高效的发动机和改进的空气动力学 该飞机可以在不需要频繁加油的情况下 行驶很远的距离 此外 IL-96400M提供了可观的载客量 在一个客舱配置中可容纳436名旅客 是航空公司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热门航线的收入潜力 IL-96400M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其次发动机配置 虽然许多西方制造商已经转向双引擎宽体飞机 但IL-96400M保留了四引擎布局 这种配置在安全性、操作灵活性和适用于 具有挑战性的环境方面具有优势 然而 缺点是维护成本更高 必须为更多的发动机提供服务和携带备件 这一概念在西方已经见证了 空客A340、波音747和空客A380等科技的衰落 认识到这一点 伊刘申正在研究一种基于IL-96的新变体 该变体有两台额定功率为340千牛 76000磅力的AVI的VIGTO PD35发动机提供动力 目标是到2025年由PD-14开发发动机 或由外国发电厂提供动力 当然 目标是减少燃料消耗和维护成本 外国发电厂的选择当然完全取决于制裁的解除 因此可能不是他们的首选 IL-96400M的四个发动机提供荣誉 确保能够在偏远地区或广阔海域的长途航线上运行 这一特点使其对在备用机场稀少或严格的安全法规 要求使用四引擎飞机的地区运营的航空公司特别有吸引力 一流深IL-96400M代表了俄罗斯航空技术的显著进步 它将IL-96家族的丰富传统与现代化功能 改进的性能和增强的乘客体验相结合 凭借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航程 载客量和安全功能 IL-96400M为寻求成本效益高且可靠的宽体飞机的运营商 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选择 随着IL-96400M向认证和商业准备迈进 其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有待观察 该飞机的现代化功能 增强的性能和四发动机配置相结合 为寻求可靠 长途宽体飞机的运营商提供了独特的主张 它的航程 载客量和作战能力 使其非常适合一系列应用 从长途国际航线 到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执行专门任务